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现在无论是小孩,年轻人还是老人 基本都离不开手机 玩手机玩多了就会出现一种比以前很少见的 但是现在非常普遍的疾病 那就是肩翘炎 那其实说到肩翘炎 很多朋友们都是在我们的大拇指往上抬的时候才会触发 就是手指一往上抬 他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特别酸特别疼 甚至有些人他往往一抬疼的地方都不敢用力 而且大拇指这个活动范围是非常受限的 你想一下,我们现在无论是打字还是用手机去打游戏 这个大拇指的灵活度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如果有了肩翘炎 轻则玩手机的时候不够顺畅 重则我们搬东西啊,做其他东西啊,都会影响到的 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们也是得过肩翘炎的 但是呢,后来慢慢通过一个动作的训练慢慢就好了 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其实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简单 今天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学习一下 不光是可以对肩翘炎进行治疗 还可以针对性的去预防 所以暂时没有肩翘炎的朋友们也要跟着练起来 去锻炼我们整个小臂 包括我们整个手腕手指的一个动作 首先在做之前 我们先来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 双手食指扣过来 转动一下我们的手腕 把整个手指呀 给它这样去活动一下 作为一个热身 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双手合掌 手指一一去对应 然后呢,抬起我们两手的手腕来 食指张开一一的对住 用手臂的力量把手指中间这样向去推 也能够刺激到我们整个手掌 手掌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血位 比如说大鱼肌呀 小鱼肌呀 一些比较重要的血位都能够帮助刺激到 我们做这个动作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有那种强烈的沉拉感 好,活动热身完了以后啊 我们来正式的做缓解 预防肩翘炎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 随时随地都是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臂抬起来 与地面平行 然后手握拳 这个握拳和一般的握拳不太一样 是要成为一个握固的一个姿势 大拇指要包含在我们手掌里面朝向地面 接下来呢,我们手腕发力扭动哈 让我们的拳头整体的向下移动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方便 我们可以两只手一起去做 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手腕扭动不是说往回勾 手腕,而是向侧的一个方向去勾 如果说我们经常用大拇指打字刷视频的话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拇指以及连接的手臂那个位置 会感觉到强烈的紧绷感和酸胀感 这就是我们长期调动大拇指的肌肉 让大拇指及手臂相关的肌肉过分紧张了 我们做这个动作就是要来拉伸我们和舒展 调动大拇指外侧的肌肉 来让这部分的肌肉得到舒缓放松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动作是拉伸大拇指内侧的肌肉 也就是我们虎口附近的地方 这个动作呢,需要我们两手的四指冰笼 大拇指分开,露出我们虎口的位置 然后啊,两只虎口交错握住 用其中一只手啊,去握另一只手的大拇指 用手握住我们虎口这个大语剂 去压住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与手掌连接的一个关节处 然后就像揉面的一个动作 用手臂带动手腕 就像这样,一下一下的 用大语剂去按揉我们大拇指连接这块骨头 被包裹住大拇指这只手 因为另一只手揉面这个动作呢 就会被动的去随着咱们这个揉按的节奏 手腕这样一下一下的活动 如果我们有见翘炎的症状哈 这里呢,肯定会特别特别的酸胀麻胀 那有这样的表现呢 就说明我们按揉这个位置 对了,我们要耐住这个感觉 一下一下的这样按揉 按揉的越多效果越好 另一只手不要去忘记 也是同样的动作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也是两手的虎口相对 然后顺势手握住我们另一只手的大拇指 用我们的大语剂对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关节 与我们的手掌连接处 也就是我们揉面一样的去按揉 一般来说呢,大家是不是都习惯用右手去刷手机 握鼠标 所以我们应该多去按揉右手的大拇指 这样效果是更加好的 我们每次感觉到大拇指不舒服以后 做一做这个动作 三到五分钟 对于我们缓解肩翘炎导致的大拇指灵活度受限 手指、手腕、关节、酸痛等等的症状 都是非常有效的 如果我们的肩翘炎比较严重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支撑的动作 去帮助建立我们整个手腕、手指 还有我们手臂的一个力量感 如果每天坚持练习的话 即使我们每天去看手机 手腕、手指呢也不太容易去捞损 我们可以在床上去练习 先在我们床上跪下来 然后俯下身去用我们的手掌支撑地面 保持稳定之后呢 手掌慢慢的抓起成爪状 这样呢就是可以使我们的十只手指 去撑住我们的地面 手掌呢不要落地 在这个姿势呢我们要去保持 慢慢的把重心呢移向我们的手臂和手指 但是呢我们的腿还是要承受一定的力量的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力量去练习 重新去塑造我们手臂的一个发力方向 如果我们适应了这个姿势以后呢 还可以再向前去俯身 把重心向前移 然后我们的十只手指 会承受的力度更多 这种力量感呢就会更加强一些 这个时候呢不论是手掌还是手臂 是不是都是特别酸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动态的运动 还是这个姿势 但是我们的上半身随着我们的呼吸 前腹后腰 将我们的身体的重心进行前后的移动 这个动作虽然说强度不是很大 但是非常具有针对性 对于我们的手腕 手掌 手臂的一个力量 重塑是非常有效果的 大家可以配合着去做 坚持做的久了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那以上呢 就是咱们这些动作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几个去做 但是效果最好的还是做一套连续的动作 不需要用太长的时间 我们如果刷抖音或者打字30分钟以后啊 你就要想起来去放松放松我们的手指关节 做一套动作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还能帮助放松我们的眼睛和颈椎 其实最好还是少玩手机 或者是换另一只手去玩 让我们的手指轮流着去工作 而不是说老用一根手指 这样对我们的手不健康 避免见翘炎的发声和重要都是非常好的 好了 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对在座观看视频的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积极的点赞收藏转发 激励我们产出更多优质的视频内容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啦